元旦都来了,春节还会远吗?春节假期少不了要喝酒,要是只会举平的嘴嘴一顿顿顿顿,那就显得不高级 今天咱就烙点关于白酒的干货 1.造白酒就像蒸馒头 酿造白酒挺复杂,还藏着各家私密的工艺手法 但其实纵观整个流程会发现,做白酒和做馒头居然是一样一样的 蒸馒头的五大步骤大伙都熟吧 买酵膜,背面粉,发面,蒸馍,接锅上桌 酿白酒跟蒸馒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五大步骤 制酒区,用来发酵粮食,备粮食,准备酿酒,主要是高粮 发酵,混合酒区和粮食,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 蒸馏,先加热再凝结,沉酿,勾兑,也就是把酒放一放,味道会更好 当然,实际的制作过程要复杂得多,这也是为啥 同样的流程却能产出不同风味的白酒 2.白酒香型贼多,认知多最广的是这四种 酱香型,蒙香型,青香型,米香型 之所以香型不同,主要是因为不同酒里的 脂,酸,醇,醛,含量和比例不一样 蒙圈了,啥意思 咱俩炒同一道菜,但是放的油,醋,料酒,香料不一样 那味道能一样吗 但流程都一样,酒里的成分咋还有差别了呢 这事吧,跟酒区有很大关系 3.酒区会影响香型 粮食变成酒靠的不是岁月的珍藏,而是微生物的帮忙 也就是酒区 前面提到的制酒区 说白了,就是养细菌和真菌 用大米小麦之类的原料 为养出一批微生物 所以说,别看名字神秘 酒区其实就是一坨微生物配氧机 把这群小东西养出来,再和粮食混在一起 他们就会把粮食里淀粉加工成酒精 乙酸乙脂,乙缩泉,二氧化碳等等 这个加工变化的过程,就叫酒的发酵 制酒区的方法不一样 长出的细菌真菌就不一样 最终产出的白酒,味道就有了差别 那制酒区的方法有哪里不一样嘞 主要是原料和温度 用米粉米糠做原料 制出的酒区是小区 产出的白酒属于米香型 用大麦小麦做原料制出的酒区是大区 根据温度不同,可以酿造出三种香型 60度以上的高温大区 酿出的酒是酱香型 50度到60度的中温大区 酿出的酒是浓香型 40度到50度的低温大区 酿出的酒是清香型 哥用一手打油诗给大伙总结一下 小区酿的是米香 大区包揽清浓酱 低温清香,中温浓 若是高温,酿酱香 除了这些理论知识 哥再教你个作弊小技巧 喝它一口 根据辣度就能判断香型 哇,辣的飞起啊,辣的飞起啊 酱香呢,没错了 有型提示 喝酒,吐个高兴 千万别贪杯 浅尝辙止就好了 最后,提前祝各位 节日快乐 吃好喝好 好吃 好喝好喝 好喝好喝好喝